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阿诺德当中的对象渲染可见性控制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在我们每个渲染对象当中 我们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形状节点属性 而在这下面阿诺德当中的可见性 就是我们所需要了解的对象渲染控制的重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可见性 例如我们选择这个书本上的杯子 取消勾选出可见性 这样这个杯子就会从我们的无遮挡视角被隐藏 而像这种有遮挡的玻璃以及镜面反射 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模型 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至于这个投射阴影 我们在取消之后就不再投射当前杯子的阴影 而其他物体的阴影依旧是正常投射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慢反射控制 那么这里为了更加到位的理解观察 我们改用区域观来演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区域观 原本只照亮了旁边的这个杯子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书本一侧同样也被照亮了 那么之所以被照亮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杯子和地面 把灯光反弹到了书本上 那么假设要尽可能地避免对象反弹灯光 我们可以选择地面取消勾选慢反射 然后选择杯子取消勾选慢反射 据于这种微弱光量还跟我们的晶面反射有关系 想要彻底去除 我们就需要选择有可能产生晶面反射的对象 然后取消勾选晶面反射就可以了 那么说到这个晶面反射 这里我们把这个区域观暂时隐藏 切换为点光源 假设我们不想这个杯子出现在晶面当中 我们直接取消勾选它就OK了 至于这个慢透射 它指的是光线透过半透明材料的散射现象 那么这种现象是不容易观察到的 我们做个简单的了解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晶面透射 那么这个最不容易理解 通俗一点讲就是在折射中可见 就比如我们当前的玻璃是具有折射效果的 我们可以透过玻璃看到杯子 假设我们关闭这个杯子的晶面透射 那么此时我们再透过玻璃观察杯子 透过玻璃部分就是隐形的 这个就是晶面透射 至于这个体积 我们可以理解是一个比较柔和的 灯光反弹的间接照明效果 这个不用深究 我们让它保持木刃开启就OK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阴影 那么所谓的自阴影 并不是物体自己就能产生阴影 而是指灯光照射下物体的阴影 透射到它自身上 就比如我们的这个杯子内侧 灯光照射到杯子外侧 就会在内侧形成阴影 这个很简单 我们根据需要去开关就OK了 好了 那么关于阿诺德的对象渲染控制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